最前一則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如果你有在看相關的廢墟探險 或者是一些社會案件 延伸出來的靈異事情 那你應該會知道 日月潭曾經發生過一起 星夜號帆船事件 這起事件呢 其實延伸出相當多 讓人難以理解的靈異傳說 那先跟大家複習一下 在1990年的8月25號 星夜號日月潭的遊艇 它能承載42個人左右 但是有一個公司 他們辦了一個自強的員工旅遊 來到這邊 他們就想說 這個人數這麼多 乾脆這樣上船玩一玩 時間也晚了 所以他們總共上去了92個人 比他們原先船能承載的人數 多了一倍以上 船長也是被硬拗 想說趕快出去回來就結束了 所以就載出去了 結果不幸發生翻船事件 總共死了57個人 而那艘船就廢製 廢棄在旁邊的產業道路 半夜的時候會聽到有人在哀嚎 或者是有些人路過的時候 就會覺得不對勁 那也有一些靈異團隊 甚至節目 去那邊探訪 也拍了很多鬼事情 那沒多久呢 這艘船就被一群年輕人給燒掉了 燒掉的原因不知道 但是今天來投稿的這位 就是有參與燒掉船的其中一位 他要來講整個過程的結果 那投稿者呢叫做阿倫 接下來我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 改編真實故事說給你聽 大家好我是阿倫 這是發生在我年輕屁孩時代的事情 在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就已經很興盛去鬼屋探險 那像是烏日鬼屋啦 或是民凶鬼屋啦等等等等的 那我們那個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 我們就是會在這個有時候奇摩 雅虎家族 就有些鬼故事啊 鬼屋的這種家族 我們就去那邊爬文 然後就說欸 好像基隆那邊 還是台中那邊不錯 後來我們就去探險 探險的過程呢 其實就抱持著一種 到處去破除謠言啊等等 直到有一次我們突然間 一群朋友在找的時候 就找到了這個台中南投的這個 日月潭的幽靈船 那這個幽靈船呢 我們查到的時候呢 它是停在一個產業道路 但是真正的地點 細節我們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講說半夜就約一天去那邊 到了之後再問當地人 那我們就騎車騎騎騎騎騎騎 騎到那附近之後呢 就開始找找不到那艘船 然後就找到一間Seven 然後進去問一問 當時Seven是一個年輕 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一個男生 在那邊顧店 我們就跟他說 他說你們知不知道這個 有一艘幽靈船停在哪裡 那店員聽到我們要去找幽靈船的 第一個反應是嚇到 他是真的嚇到 他說你們要去找那艘船啊 然後我們說對啊 我們要去探險啊幹嘛的 其實我們也見怪不怪 因為每次去到任何找鬼屋的地方 當地民眾都嘛是這個表情 那我們去完這些探險之後 發現根本就是屁什麼都沒有 就是個廢墟嘛 很多蚊子也根本沒有鬼 然後這個男店員就說 那個地方真的很不舒服 你們確定要去 那我們就堅持嘛 哼好笑的是 這個男店員就把他的電放下來不管 這個自動門關起來鎖住之後 騎車載我們去那個現場 但他有講一件事 我只帶你們到門口 就是那個路的 產業道路的這個路口 我不進去喔 然後他就騎著車帶著我們 到了那個現場之後呢 他就指著那個一條產業道路進去 他說船就停在那裡面 你們自己進去 講完之後他就趕快騎車回去 連那個路口還不想排 那我們這群人進去裡面浩浩蕩蕩 男男女女的三四台車四五台車 進去之後 我們把車停著 我們就走進去 進去之後我們看到那艘幽靈船 就斜躺在路邊 當時我們在靠近的時候呢 其實在這條路喔 可以聽到蟲鳴鳥叫 然後月光 雖然沒有路燈 我們拿手電用罩也都還算亮 可是當我們在靠近那艘船的時候 其實發現 好像四周都沒有聲音 那原本天氣還不錯 結果卻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的一直刮起風來 真的是所謂的陰風陣陣 那等到靠近船時 我們就開始大家壯膽嘛 就開始吆喝啊 那邊叫囂啊 然後幹嘛的 什麼也沒看到 想要進去船裡面 也不好爬進去 所以我們就放棄 最後這群人就騎著車 回到了剛剛的Seven聊天 聊著聊著呢 突然間又有人提議說 欸 不是有人帶數位相機 剛剛怎麼沒有拍 我們那個時代是用電池 跟記憶卡的數位相機 不是像現在手機這樣 然後我們就說 對 忘了拍 所以我們又派了兩組人 就我跟一個叫小雨的男生 小雨是下雨的雨 名字聽起來很詩情話義 但他有180公分 快100公斤 還有另外一組人 我們就有兩台車這樣騎過去 到了那個地方時 我們到了現場 就拿這個數位相機那邊拍拍拍 然後有閃光沒閃光 那樣拍到處拍幹嘛的 然後也在現場 又開始在叫囂啊 那時候有鬼出來啊 幹嘛的 然後講完之後 我們又騎車回來 然後大家開始翻這個相機 來裡面看看看看 看看之後呢 欸 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照片這麼的白啊 是不是因為閃光燈太暗了 過曝 就一坨一坨白白的這樣 然後滑滑滑都是暗 暗暗都是白白的 大家覺得也沒拍到鬼啊 很無聊啊 那時候還有什麼鬼畫靈篇 跟神出鬼沒 拍到靈異照片還能傳去那邊 然後我們想說啊 什麼都沒有 果然又是一個假的地方 然後這時候我才發現一件事 在我的小羽 他並沒有在7-11 他在外面的車子上 他兩隻腳踩在這個腳踏墊 然後雙手這樣還著 整個人全在那邊 後來說他幹嘛不進來 然後我們就出去找他 然後小羽在那邊開始錯氣 他就一直哭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你幹嘛哭 他就一直重複一句話 我好冷 我好冷 然後那個聲音很溫柔 不像是他平常講話那樣 抬抬的大聲罵髒話 他就一直重複我好冷 起初我們都覺得他在假笑 所以我們就嗆他說白癡喔 你以為這樣很好笑啊 不好笑演得那麼假 他完全沒有理我們 一直重複這句話 就是抱著一直發抖說 我好冷 而且他開始流眼淚 眼淚是真的一直流下來 一直從下巴這樣滴下來 一直哭狂哭 當下我們就絕不對勁 因為你說演戲 基本上沒有演技好到 可以眼淚可以這樣狂流的 過去也沒發生過這件事 現場有一個人 馬上拿下他的護身符 化成浮水就進去Seven拿一杯水 化掉之後呢 要給他喝 可是因為小羽完全的反應 就是一直在發抖 他完全喝不了 大家開始緊張你知道嗎 因為他真的就這樣卡到 就潑他 最後只能用潑他了 他一潑之後 他整個抖了一下之後呢 就抬頭看我們 然後就一臉納悶的就說 啊你們幹嘛看我 然後那聲音馬上就回到小羽身上 然後隨後就說 我怎麼失你失失的 他整個人的記憶完全斷掉 然後我們就說你剛剛不是在那邊 你一直講很冷什麼嗎 他說他沒有啊 甚至他說 剛剛不是你們在那邊 去鬼屋探險的時候 還說哪個女生 就是我們隨團有個女生 他很可怕 所以我們才趕快從鬼屋回來嗎 他完全沒有 剛剛第二次去的記憶 從他載我到那個鬼屋拍照到回來 這段記憶他完全空白 所以我們懷疑他在第一次去時就卡到 回來之後呢 小羽開始發燒 然後不停地做噩夢 他的爸爸媽媽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是跑來問我們 我們才說去了那個鬼 鬼船之後發生的事情 小羽的事情 爸媽知道之後非常生氣 他馬上帶著去附近的宮廟 他們認識了宮廟處理 處理的時候那個師父也說 哇你這個不是一兩隻的問題 是卡了很多隻喔 而且怎麼會去到這種地方 他不是一次能解決 他要解決很多次才能夠清乾淨 但是在這個同一時間 我們隨隊還有一個男生 我們姑且叫A男 他也在住 他住在一中街啦 那時他也開始一陣子沒跟我們聯絡 連上班也沒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問他說你怎麼了 那時是夏天 我們去他家的時候呢 他住在樓上 很熱 鐵皮屋那邊很熱 我們熱得受不了 他竟然穿著外套 他不停地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也是發燒 他覺得他很冷 晚上也是一直做噩夢 我們馬上想到他的狀況 跟小雨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馬上叫他去找同樣的宮廟 那師傅看到之後說 你怎麼又來一個一模一樣的狀況 才幫他做處理 那時我們就有一群人說 我們要幫小雨 還有那個A男報仇 所以我們要去把那艘船燒掉 那是真的很屁孩 我們就說好 就燒掉 但是去的時候呢 那一次我因為上班 我沒辦法去 是他們那群人去 那幾個朋友去 到了現場呢 他們準備了報紙 還有一些打火機啊什麼的 一樣 原本是好好的天氣 到了那邊之後開始刮風 那個火怎麼點都點不著 怎麼燒都燒不了 是其中一個人 騎車去買汽油回來 才把那艘船給燒掉 燒掉之後呢 沒多久警方就找到我們了 因為這件事情比我們想像中來的大條 然後我們就被叫去警察局 然後那個船主也來了 那個船員 他這個船的主人也來了 我們以為會被告啊 要賠償幹嘛 沒想到船主最後講了一句話 燒掉就燒掉 反正對我也沒損失 這樣也好 這件事情就輕輕放下了 我們也就受到一點點罰則而已 沒有到那麼嚴重 後來小雨跟這個A男 反而在船燒掉之後 他們的狀況就突然好轉 事後我們也沒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但是這一次去找這個幽靈船 是我們這個探險團隊遇過最恐怖的一次 當然後續我們還有去找 但是後續遇到的事情 就真的沒有這個 日月潭的幽靈船來得這麼恐怖 我是阿倫 這是我發生在年輕屁孩時 我的朋友去燒幽靈船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最前的鬼故事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我出第三本新書了 叫《符咒的力量》 是跟三龍法師一起出的 這本書裡面擷取了18張符咒 寫了18則故事 不用覺得很生硬 裡面的內容非常有趣 好比有一個叫諸葛符 就是你喜歡的男人用這個符畫下去 他就會像諸葛一樣趴在你身上 如果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那你就翻一翻看一看 是不是鬼話的影片 現在這本書《符咒的力量》 在成品、伯克萊、金石棠、MOMO 跟我們家的快點購都有得買 在新的一年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阿倫 曾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